看电影 找旭哥 祝你摆旁又晚天 大家好 我是神刀旭哥 兄弟们 最近有一部鬼片非常好看 名叫亚洲怪三二 分别收录了亚洲六个地方的恐怖故事 今天咱们接着来看第三集泰国片 这集绝对颠覆你的三国 嘎嘎变太阳 话说在一个雀黑风高的夜晚 两命男子成下窦目 但他们不要金银财宝 而是要死者的头盖骨 因为在泰国有一种说法 带着死人头盖骨 保护平安能相复 镜头一转 三个也带了一块 晚上他被警察拦住了 问他车里装的啥 三个说没啥 就是一些海鲜 到家后他打开箱子 里面竟然是一具女尸 原来三个的工作 就是捣动尸体赚钱 不待会儿法师来了 就老三道 尸体先放进这儿 三天之后是黄到几日 到时候再来拿 三个说别的呀 法师 你放我家我不得吓死啊 五百购汪 你这是干啥呀 法师 我去盛点冰块啊 随后法师往箱子上盖了一块红布 说千万别让别人碰住 做完 法师就走了 三个有个女儿 名叫鸭蛋 由于鸭蛋患有白血病 得需要很多钱治疗 所以三个啥钱都挣 还欠了一屁股机会 没招了 三个只能去赌场碰碰运气 晚上鸭蛋听着光一声 就好奇到仓库看看 到三个回来 发现鸭蛋躺地上了 手里还攥着一块红布 三个一看糟了 红布掉了 于是他把家里所有避邪的东西 都放箱子上面了 第二天 三个接到医院打来电话 说三天后要给他女儿手术 让他今天把手术费交了 于是三个就给法师打电话 问他能不能提前 把孕肺给结了 结果法师不同意 正当三个上火的时候 催债的人也来了 三个就赶紧从后门撩了 晚上鸭蛋准备睡觉 突然脸上滴下来很多水 他睁眼一看 好在三个及时回来 那个女鬼才消失 半夜三个睡正香的 天上屋里有声音 结果起了一看 反正女儿正在看电视 嘴里一直念叨着 这三个吓得 就赶紧给法师打电话 我法师不好了 我女儿中邪了 法师如果没事 把上次我给你的吊坠给他带上 于是三个找到吊坠 给女儿带上了 在法师念完一段咒语后 鸭蛋也恢复了正常 第二点 鸭蛋击眼了 说爹呀 你咋能干出这种事呢 你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有人偷了我的事情 你会怎么想呢 这时三个接到债主打来的电话 说他今天要是再不换钱 就取了他的小命 此时来了一条短信 说今天晚上12点 仪式开始 桑一看太好了 终于能拿到钱了 于是他准备把好消息 告诉女儿 结果亲目一看 女儿竟然在地下打滚呢 突然 让他白眼一翻 开始吐血 随后就阴倒了 经过打听 原来死去那个女孩 生前被三个男人坚强过 然后把他给杀了 扔进了沼泽 而法师的客户 今天晚上也要跟女孩那杀 那个客户是个当官的 据说这样可以巩固他的社会地位 三个一听 这也太畜生了 于是他改变了主意 打算把女孩的尸体 送回给他的父母 三个说 有人偷了你女儿的尸体 现在我把他给带回来了 这是女孩的妈 丑了眼身后的丈夫 说我们的钱已经花完了 没钱还你了 三个一听 嗯 这啥意思 尸体不是被偷走了吗 三个一下就明白了 原来是女孩的父母 把女儿的尸体卖了的 这是法师的人来了 给三个一顿揍 然后拿走了尸体 晚上三个越想越来气 身为父母 咋能忍心卖掉女儿的尸体呢 这是旁边的鸭袋说 你运走了女孩的尸体 而她的鬼魂折磨我 你不相当于 把我也给卖了吗 三个说 没办法 谁让咱家里没有钱呢 这边 法师的仪式开始了 直接他把一根红线 系在了女孩的身上 然后拿刀刺向她的胸口 而此时 鸭袋也有反应 躺地开始出风 随后胸口开始化萌 这时政府官员丁黄刚来了 他脱掉了衣服 开始跟女孩交合 这边 三个赶紧带女孩去医院 还没等到抢救室呢 鸭袋就死搬到 仪式完事后 法师薅掉了女孩的一手头发 房间的试管中 丁黄刚接过试管 跨在了腰间 看这数量 应该不是他第一次 干这种事了 女孩死后 三个怒了 于是他带上手枪 准备复仇 就这样 三个复仇失败 让讨债的人 开枪给打死了 到这 全片结束 怎么样 泰国的鬼片 是不是挺奇葩 按正常的电影 最后肯定是复仇成功 把坏人杀死 这片是骗不得 就让好人死 让坏人活 再说了 三个也不是什么好人呢 他的死也是情理之中 但有一点我真是不理解 你变鬼后 你不去报复 坚强你那些人 或者报复那个官员 反而去找 松祸的女儿欺负 你这就有点 说不过去了吧 还有那俩要钱呢 你这是一点眼力劲 都没有啊 你没看三个 这要干别人的吗 你俩就等一会呗 这给你俩欠的 我是看明白了 这片是要告诉我们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关注和转发 独乐了不如众乐了 我们下期再见